英国爱尔斯伯里监狱是当地最严酷的少年监狱 里面的囚犯大多涉及暴力行为或多次的犯罪 为了帮助年轻人学习新技能 伦敦一家咖啡店救赎咖啡就和英国司法部合作 在监狱内提供咖啡培训 传授囚犯一技之长 防止他们出狱之后再次误入歧途 一杯咖啡除了能唤醒一个人的早晨 也能成为一个人的救赎 救赎咖啡创始人马克思 在距离伦敦100公里外的爱尔斯伯里监狱 搭建了咖啡工方并定期授课 每一次会训练10名服刑中的囚犯 为他们讲解咖啡 客服食品卫生等知识 而店里生产的独一无二爱尔斯伯里混合咖啡豆 或售卖的咖啡 全部都是出自这些迷途青年手中 艾尔斯伯里监狱关押这将近400名 年龄介于18到21岁的年轻成年男子 当中有将近70名面对终身监禁刑罚 而暴力一直是这座监狱面对的问题 数据显示 有三分之一的青年囚犯 会在出狱的一年内重复犯罪 政府每年都得花掉150亿英镑 救赎咖啡通过传授囚犯咖啡技能 让他们能在监狱中享受到工作经验和机会 学会一技之长 从而减少暴力行为 带领问题青年们走回正路 点燃希望 这家小型咖啡公司目前正朝向全球 不断扩展业务 马克思认为商业盈利和社会承诺互不抵触 只要能够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这样既能帮助边缘群体 最终也能造福社会